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3号 今天中午拍完之后呢 看不着太多的跟我们朋友们相关的一些新闻 看不到 他在美国今天最大新闻就是德州的堕胎的案子 我一会儿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个案子具有历史性的东西 而且逼出了左派势力的所有的人 到拜登总统 到佩洛西等人全出来了 那这件事情后来看了看是影响到美国近五十年 那而且江英他代表了一个生命的一个取向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塔利班 那塔利班开始出手了 塔利班跟这个反塔利班的就是原政府的那个副总统 在阿富汗的东北部展开了战争 结果就有传闻说 这个有传闻说是这个塔利班已经占领了整个阿富汗 结果很快被美国的美国的原来在阿富汗的将军 就是司令说那是胡说八道 是塔利班在宣传 所以塔利班是否占领了整个阿富汗 就是完全把这个原来政府军给歼灭 这是一个疑问 这不是一个事实 就现在不能够完全确认 但是美国人跑出来这是事实 那美国人跑出来是事实 美国人 塔利班控制在阿富汗手里面 这是真的 那坎布尔的机场呢 据说据说它是要找卡塔尔的人 要把机场重新开放 所以卡塔尔可能应是 是哪 是打卡是哪 有人去帮助要去重新开启他的机场 那美国国务卿呢 去卡塔尔 去卡 叫达哈 可能去卡塔尔 德国人也去 所以可能再跟阿富汗人要去谈 跟塔利班要去谈 他们的这个 在那还留着人呢嘛 对吧 要谈那些人 但是呢 同与此同时 在曼哈顿 有100亿美元的现筹储备 那是原来属于阿富汗的 阿富汗政府的 那100亿美元的这个储备呢 美国政府第一时间宣布 不会给塔利班政权的 但是现在的局势就很不一样 所以塔利班在美国人离开之后 就是过了8月31号之后 立刻开始逐渐表明他的态度 那他表明态度的概念呢 可以能够反映出 美国与盟国 就是美国与北约组织在有关撤离阿富汗的问题上 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他是一个完败者 如果不是完败的话 那作为塔利班在他的宣传当中 在他今天声明自己态度当本身上 不会这么清晰 塔利班描绘他的价值 他的方向跟他的方针 非常清晰 超越今天的美国跟北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